中文字幕——YK 1952年六一儿童节 12岁的左太北和北京八一小学的少先队员代表 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敬献鲜花 就介绍到我说这是左权的女儿 主席本来就跟大家笑呵呵的 因为见了一帮孩子们也挺高兴 一见着我说是左权的女儿 这个毛主席立刻就脸变得很凝重 就特意去把我拉他给抢了 特认真地给我照了张相片 毛主席的特殊关怀让左太北感到有些突然 因为当时他自己对父亲了解的不多 母亲也似乎从来没有跟他说起父亲的情况 我母亲从来不跟我讲我父亲 反正我知道我那个时候反正我没爸爸 对父亲就是个概念 我一直对父亲就是个概念 知道父亲是英雄 左太北的父亲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 1942年左权牺牲时 左太北还不到两岁 左太北是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 新中国成立后读小学的时候 左太北也只知道父亲左权是八路军 是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 有一次我是为什么要跟这个孩子 跟这个日本孩子发生矛盾了 我活一下就上来了 我上去抓他 我就说你们 我爸爸是你们杀的 我爸爸是你们杀的 我就又哭又闹 完了以后就就实际拿手抓 1950年10月 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左权的灵鹫从河北设县 移到位于邯郸的禁忌鲁历史陵园 十岁的左太北参加了夷林仪式 我跟着我母亲吗 我母亲让我干什么 让我在前头拉那个 我就拉那个 而此后 左太北就再不能从母亲的口中 了解到父亲的情况了 时间静静地流逝 母亲一直在山西太原居住 而长大了的左太北 在北京上学 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 参加工作后 和母亲见面的机会就更少 1982年 42岁的左太北 受到了母亲寄来的包裹 最重要的就是父亲左权 生前写的十一封信件 除此之外 里面还夹着一封 母亲给左太北写的信 他这时候已经 就六十多岁了 后来到了这么多年 四十多年以后 他这个信上给我写的 他看了这信 看了好多遍 他一直在哭 他就回想起那些日子 想像我父亲在战场上 他那个心情不一样 他体会也不一样 后来 他就决定把信给我 这是母亲第一次 想让女儿左太北 了解父亲左权 那么母亲为什么 在左太北四十二岁时 才想到这么做 左权 原名左继权 好书人 湖南李林人 黄埔军校入党 苏联流学 抗日战争期间 随朱德 佟德怀 东渡黄河 创建敌后抗日人军力 参与发动和指挥 百团大战 黄亚洞保卫战等 抗击日本侵略者战役 1939年4月16日 在朱德的撮合下 左权和刘志兰 在八路军总部所派地 陕西路城北村结婚 一年后 他们的女儿出生 当时 太行山区分为 泰南区和泰北区 彭德怀就给左权的女儿 寄了左太北这个名字 我父亲实际有家 也就那三个月 就是正好 百团大战准备开始的时候 我父亲准备 百团大战最忙的时候 左太北出生 还不足百天 为了协助朱德 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忍痛将妻子和女儿 送往陕北 临行前 一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张合影 这也是县村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当时他们就说 天要下雨了 其实当时跟他开了一句玩笑 实际上左权在送别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的时候 眼泪是还喊了眼泪了 百团大战 使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瘫痪 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身份 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亲戚 战场上的左权 没有时间给妻子写信 一直到分别三个月之后 他才给妻子写了第一封信 只蓝 为了进步 为了与党有益 分别也就没什么 分别后不免相互怀念 聪明婆婆的太北小家伙 很软的离开 长久的不能看到她 当然更增加我的思念 左权对妻子和女儿的爱 渗透在家书的自立行间 然而 战争是坦白 八路军摆团大战的胜利 正日军恼羞扯 他们在华北不止重量 八路军官兵面对更严酷的局面 而从左权写的这些书信中 左太北也了解了父亲左权的坚苦战战 不要忘记教育小泰北 学会喊爸爸 慢慢地给他懂得 他的爸爸在遥远的花北 与日寇战斗着 看到父亲左权的这些亲笔信实 左太北已经四十二岁 此前他对父亲的印象是完全模仿 而这些信件的出现 让他真切地感受到 自己突然间有爸爸 并且是一个那么疼爱自己的爸爸 延岸的天气向来一定很冷啊 记得太北小家伙是很怕冷的 在端比那几天下雨起风 天气较冷时 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 鼻子不通 奶也不脂吗 现在怎样 半岁了 较钱大了一些 总该好些吧 其当心些 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 我俩的小宝贝 因为从来没人跟我讲我爸爸怎么爱我 因为我只知道我爸爸伟大 他是打仗牺牲的是烈士 后来我一看戏 爸爸是也很会表达 反正是他都把他用的最好的词 他全都用上了 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他 抱抱他 在工作之余 总是想着有你和他和我在一块 默念之余 记得把眼睛盯到挂在我叔叔旁边的那张你抱着他的相片上去 看了一阵后 你就给我很大的安慰 父亲坐拳的信 至今都让左太太干得坏 他总能从父亲的手触摸过的这些纸张上 感受到烫人的热量 满满的爱 能够牵着他走走 抱着他玩玩 闹着他笑 打着他哭一哭 真是太快了 可是我最心爱的人恰在千里之外 空想一顿以后 只能把照片摆出来 一一望着 我上了托儿所以后 我父亲好几封信都说 说因为北北一直就在妈妈的怀抱里头 没有离开过父母 就说孩子多孤单呢 就说你一定要老去看看他 是吧 抱我太悲 安慰安慰他 自从有了女儿 左权的生活就变得非常洁减 部队发给自己的营养品和药品 他都舍不得用 有人回延安了 就托儿人带过去 托儿人买了两套热贴了小衣服给开备 还没送 中天衣服做好后送 红毛线裤 去同托儿人打一次进 另起泥衣一件 军衣一件 护两条 及几件日务品 统锡必用 牛奶并安 七合 是自造的 还很好 令法病溺染 只是最近翻译了一点东西的稿费 息流用 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在延安是学生 他不挣钱 可是我需要花钱 所以我爸爸那时候后面就不抽烟 他原来一个月就五块钱的津贴嘛 战场上沉默刚毅的左权将军 给妻子借下了一方方柔情意义的家书 面对日军数万精锐部队 左权做出了怎样的角色 七十多年后 女儿左泰北对父亲有了怎样更深的认识 军事纪史正在播出 清明节特别节目 抗日音乐祭第三集 在左权很多照片中 他的表情几乎都是嘴唇紧闭 神情严肃 而唯独在和妻子女儿子一起的照片中 他的脸上总会难以抑制地露出笑容 我爸爸你看那个笑的 他那个照片很多 他那个没有一个笑的 笑的只有这两张照片 再有就是他蹲在花底下照着 就几张在这里的嘴上 因为妻子刘志兰的名字里有一个蓝子 所以左权也酷爱养花 他在给妻子的信中也总会提到花 在住地的院子里种了许多花 开得甚为好看 真是太幸福了 可惜就是缺蓝 而蓝花是我所最喜欢 最所爱的 蓝恰厉害我在千里之外 总感美中不足 每次打开门帘 见到各种花的时候 就想着我的蓝 我最亲爱的蓝 你说他一个军人 愿意蹲在花底下照相 他们那有两张是蹲在花底下照相 他们那时候总部嘛 反正总归稳定一个地方 他一到春天他就种花 院里总是种满了花 所以他就到了花开的时候 他就在花底下照相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对他来说 都是一种寄托 尽管坐权在征战的岁月里 时常想念妻子分女孩 但抗日战争的残酷 却要让他时刻面临生死的考验 1942年春 日军接连向近东南根据地 发动进攻 目标直至八路军指向警 5月25日 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 包围于山西辽县马亭一带 被围的政治部 后勤部 北方局 以及党校 新华日报社等机关的数千人 一起向十字岭突围 十字岭的飞机会以来 十字岭对面的小山上 他架上炮 就能打到这个十字岭上 危机关头 彭德怀和左拳 立即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 决定分路突围 左拳坚决要求自己 担着掩护和断扣 但是机关人员大部分是 学生病和航程人员 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想一想 他又没有一种 很大的炸弹物 当左拳 率领最后一步的控制 听到距离十字岭顶峰 十几年出事 一个炮弹 在他身旁爆炸 左拳将军 本身是一个军事家 也是自会国 多次炸弹 你想想 别人你炸弹 又是写进来 第一发写进来的时候 那抗定第二发 这也要来 但是他没有杜特 仍然是在了 最后呼叫 让大鼓舞蹈 硬帝 但是倒是没有 小学队有麦克风 有喇叭 听着自己的声音 来让接受 耕受 接受扫握 第二发炮弹 击中了左拳的头 这一人 1942年 5月25日 为了野党战友安全撤退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拳 壮烈牺牲 十年 37岁 72年后 2014年青年节前夕 74岁的左太北 又一次来到了 附近左拳的牺牲地 十字岭 实际上呢 这个是我父亲牺牲以后 我母亲去问朱德 因为不确切 我母亲特着急 就去朱德家里问他 说左拳怎么了 当时 朱德的心情万分沉痛 宁眉思考 他写下了一首诗 朱德博 柜德博 半岁的 名将对身身须国家 冤品热血 未无谎 太行好奇传千古 留得青张 故事花 为纪念丈夫坐拳 1942年7月3日 刘志兰在解放日报 发表了 为了永恒的纪念 这篇文章 且望着你 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 或许是重伤的归来 不管带着 怎样残缺的肢体 我将尽全力看护你 以你的残缺为光荣 在任何困难之下 咬着牙齿 动过去 1942年9月 禁忌鲁玉边区政府 做出决定 将山西省辽县 改名为左泉县 如今 在左泉战斗过的地方 左泉将军之歌 依然在太行山区传唱 军之歌 左泉战斗过的地方 《作群建与县询》 左泉战斗过的地方 但是从御黄告 左拳牺牲时,左泰北不到两岁,而在他四十二岁以前,母亲竟然从来不肯他提父亲左拳的事,这到底是为什么? 1991年,左拳将军的妻子刘志兰因病去世,而在他生前,咱们将进行了日一十年度的统治,讲述左拳的心声 我看到刘志兰的那种眼里总是喊着泪花,讲到这段遗史的时候,刘志兰就是爬到桌上,一个房桌,家里的房桌,正说他 在左拳所写的家信中,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他和妻子的爱,这是左拳牺牲前三天写的最后一封信 指满起来,別是容易见识脸,他明清了 privately,混血呢,何日相聚? 你也有,你也有,你也有 你也有,你也有 甚至对自己的女儿左泰北也很少提起 这也就是左泰北42岁以前 对父亲了解不多的原因 1982年 刘志兰将左权当年写给他的家书 寄给了女儿左泰北 他当时就在那个时候 我父亲的牺牲 他觉得他已经走到了人类的尽头 后来一考虑到我 才能坚持活下来 要把这个和这个图一块绕了 一块绕了 都绕好了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左泰北决断 以后来看望父亲的次数会越来越少 他只是想和父亲之间多留下一些可以记忆的东西 左泰牺牲之后 八路军总部在河北设县莲花山下 挑选了一块风景秀丽的地方 为他修建了烈士墓 虽然早在一九五零年时 左泰的遗体已经转到了位于邯郸的禁忌鲁鱼烈士陵远 但左泰北还会来这里看看 每次来他还有给父亲三聚工 2014年青年节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泉战处的地方 面貌必须 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 奋勇杀敌的革命军人 永远值得人们铭记 我觉得我爸爸是 真是好爸爸 所以我说为什么写《父爱荣山》呢 真是好爸爸 我这一辈子能有这么一个爸爸 我非常骄傲 非常满足 一行哀死的泪 流过数十年 你的名字始终在我们的心中隐碎 一个复兴的梦 凝聚全民族 你的精神始终在国家的事业中永生 军事纪是清明特别节目 抗日应力计 下期播出第四节 下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